所以到2022年的節目 我覺得未來最大的風險因素 或者特別是第一季 我也看得比較淡一點 老實說的原因就是內房的債務問題 我看不到突然間會有一個好轉狀況 而最新的消息已經在說 你站在內地居民上面 你都不會突然間很有意欲去買樓 你說那麼多房企出現問題 開始有一個供過於求的狀況在這裏 三分鐘不給賣 現在有一個相關限跌令的狀況在這裏 那為什麼要投資呢 就是會出現這個狀況 要買樓賣了 這一刻很多都是局上車等等 所以內地的房地產問題 處於一個很嚴重的僵局在這裏 不只是內房企業債務違約這麼簡單 而這個可以衍生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內地房地產學員不行 經濟增長動力放緩 中產 然後消費水平力降慢 內循環 內地的消費動力都沒有了 跟著有一個惡性循環在那裏 那當然未悲觀到 就是好像年中那段時間 跌得最厲害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好像日本迷失30年那樣 沒有去到這麼悲觀狀況 但是短線這些問題起碼要改變 你才有條件令到港股 可以做好一點點 還有最後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些監管問題 到這一刻都還有很多監管 拳腳 市監局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情 還是很為大家設想的 其實是的 倫敦居民上面是幫到的 但是港股投資者就一定不是 港股投資者真的多了它 不少 所以現階段的狀況 你問我第一季節目 是怎麼繼續向下審敵 你當然看到今天彈百多點左右 或者假期前 你看到彈得多厲害 不但怎樣引起那些人去買呢 老實說 所以你說暫時來說 我覺得如果你要突破下降勢 你不用拉得那麼遠 你的浪低於浪的格局 在2021年的時候很明顯 我會看到24,500座的水平 上回島去 我們才會想買東西 看回樂觀點 我們說過2021年很多次 就是撕掉股底 不要想著股底 在52周都可以買東西 被你搏到 你當然開心 但是你說輸錢就變了理所當然 所以在現階段來說 我猛至上到五十天線樓上 兩萬四次五樓上 我們才能夠確認轉勢 否則短時間內這些 都是彈科網股、科技股 沒有的跌得多自然可以彈 看你是否要參與這麼短線的部署 第一方面我們幫不了你 你轉身要轉得快 第二方面不會是一些很入市時機 三反而你說那些負面因素繼續惡化 可能指數跌到接近兩萬一的位置 COVID-19 就是2020年底部的位置 開始不穿 然後你看到有支持位置 那些位置才會想去股底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位置你做好創部穿 我也不知道指示位在哪 兩萬三穿好像很容易 不是什麼很重要的心理關口 一穿兩萬三 你想想看看法是什麼 下一步就是22500 就是兩萬二千五 穿就是兩萬二千二 一穿就是兩萬二千一 接著就是兩萬二千一 就是五百五百五千 你做到定好止洩位 很多事情都可以搏的 我會這樣說 2022年希望會的事情會好一點 只是希望而已 而我的預期都是預料的 港股可能第一季都繼續向下沉底 看到底部之後 希望可以走到一個先低後高的格局 好